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针对危机解密创办人阿山吉,Julian Assange,引发是否应离开住因厄瓜多使馆的争议,尽管阿山吉已规划为厄瓜多公民,但他坚持在获得安全保证前,拒绝离开从2012年开始居住至今的大使馆,近日有两位医生在评估过阿山吉的身心状态后透露阿山吉的健康状态正在恶化。 据卫报报道,两位曾于去年10月对阿山吉进行健康评估的医生及博士顿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医生科斯比·Sandra Crosby和伦敦临床心理学顾问其次母Brock Shisholm 昨日投书卫报透露,虽然医生因保密评估结果,但我们的专业观点认为,阿山吉继续待在使馆内会威胁他的身心健康, 且明显侵犯了他的医疗人权。此投书已经过阿山吉的代表同意发布。 投书中指出,若阿山吉不希望被英国当局逮捕而继续待在使馆中,他的健康将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风险。 另据我们评估,阿山吉已经有五年半以上的时间没有照过阳光,其居住环境没有适当的通风设备或室外空间,这些都对阿山吉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相当大的伤害。 两人齐声呼吁英国医学协会等一届人士为阿山吉提供安全的医疗服务。 自阿山吉2,012年住进厄瓜多使馆后,有各种报告称阿山吉有严重的肩膀问题和肺部问题需进行和此共证扫描。 英国政府则拒绝让阿山吉离开使馆就医,尽管通融让医生携带医疗设备进入大使馆。 厄瓜多使馆拯救阿山吉的就医问题与英国当局展开谈判。 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Jeff Sessions去年曾表示逮捕阿山吉是美国的首要任务。 阿山吉则担心一出使馆就会被引渡至美国。